哈喽亲爱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生少奇 今天我们来开一个和之前不一样的盲盒 爱心小熊系列盲盒 盒子是金属的 之所以说和以前不一样 就是这一整盒里面就有一个盲盒 但是它多了一种游戏玩法 给大家离境看一下 包装的很严实 这是以前的这些IP最神 IP小战的标志 里面会有十种可能性 会在这十个中间拆出来启动一个 不知道能不能开出超级大隐藏 主要不同之处就是它附赠的游戏卡 支持闯关赢奖励 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盒子是金属镭射的 颜色很好干 打开 叮咚 游戏式盲盒 多重奖励等你来赢 需要一个 fansbox 就有机会获得很多个随机盲盒奖励 这是一个游戏卡 这就是玩游戏的入场券 一张游戏的二维码 是用于同一轮的闯关 无法重复使用 先看这里面是什么 第一个盲盒是 瞌睡熊 一个打着瞌睡的小熊 我去看到真身了 这个和我们之前的盲盒 开出来的玩偶都不一样 它的身体是很光滑 很透明 反光很厉害 应该是陶瓷的 像手机的陶瓷机身一样 闭着眼睛在睡觉的瞌睡熊 很好看 月亮星星 有反光 大家可能看的不太清楚 拿到我手里的感觉非常棒 很光滑 触感很好 这么大 蓝色的 正好适合我这个男孩子 下面就没有了 就是这个垫子了 这个小盒子可以给小朋友装铅笔什么的 挺好看的 开玩小人偶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来玩一下它这个游戏 看看我能种到什么好东西 拿到卡片 按步骤操作一下 首先要开一个飞行模式 玩到一半 别人来电话 我就惨了 开始了一个棒棒糖 现在得到了一个玩偶 难度越高 对应的奖品越稀有 完成简单难度挑战 后续任意闯关失败 只能领取简单难度的奖品 星巴克的杯子 或者 浇下太阳伞 杯子我家有 我就选伞吧 难度变高 奖励自然兵 我本来以为第二关轻轻松松拿下的 还信誓旦旦的选了一下教养伞 结果第二次很快就掰下来了 不过还好 送了一个小玩偶 有的人在第一关就扑该了 那才惨呢 结束 下次有机会再买一盒试试 拜拜